中文字幕——YK 接下来的比赛一场比一场困难,必须看足马力去拼搏,中国女排主力阵容稳定中小组赛前五场的比赛卡,中国女排出征是锦萨的十四人中,唯一没有得到出场机会的就是小将杨涵玉,相比曾春类,姚迪两天换三点,李盈盈,刘晓通不识登场,胡宁月经常替换严妮,李莉,王孟杰伦流出战, 杨涵玉前五场连登场八球的机会都没捞到,复工县郎平一直安排的组合就是袁欣月,严妮少发,胡敏月剔补,杨涵玉此前一直没有登场小组赛的五个对手,除了意大利,土耳其次进敌外,古巴,加拿大和保加利亚都与中国队有明显差距,面对这三次弱旅,杨涵玉尚没有得到出场机会,进入复赛后, 他亮相的机会预发渺茫,补赛女排的四个对手,分别是泰国,埃塞大江,美国和俄罗斯,后两队是女排进至六强的死敌,郎平逼排出最强阵营战,杨涵玉这两场比赛不会有任何机会, 如果女排杀进六强,六进四面临的对手更强,杨涵玉更难登场,因此,杨涵玉仅有的机会,就是在于泰国和埃塞败将交手,实看能否出场,如果这两战狼平赛不给他机会,杨涵玉本次世锦赛,主定会成为开手球员,杨涵玉激情满满199,9年出生,身高1.97的杨涵玉, 具备优秀复工的天赋,曾获世青赛MVP,本次世锦赛他压少几掉二传雕临女入选出征阵容,郎平的主要用意,是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做准备,因此,即便没有出场,相信本届世锦赛之旅,队阳涵玉也是一次历练,让我们期待着这位小将在未来的女排国家队爆发吧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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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